午夜新歌榜夜未免音乐不间断 大家好我是买林 月月下陪你看星空 大家好我是赵允昕 欢迎来到今天的午夜新歌榜经典大回旋 那说到咱们华语音乐里比较权威的颁奖典礼呢 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金曲奖了 金曲奖呢是从1990年开始举办的一年一届 那当中设立了18个音乐奖项 是台湾规模最大的音乐颁奖典礼 也是华语音乐里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奖项之一 没错像我们熟知的陶哲 孙燕姿林俊杰等等这些大牌的歌手 也都是曾经得过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之后 才一步一步到达今天这样的地位的 所以说金曲奖真的是流行音乐的风向标 没错 但其实说起内地歌手获得过金曲奖的歌手来说 真的是挺少的 是极少 对基本上是没有的 但是终于在去年的第25届金曲奖上 内地歌手李荣浩一下揽获了四项大奖的提名 然后最后荣获了最佳新人奖 那真的挺有的 非常厉害 而且我觉得要说起内地获得过金曲奖的歌手 不得不提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歌坛大姐大 纳英姐 纳英是第一位获得金曲奖的大陆歌手 其实那一届金曲奖各个提名的都是非常厉害的角色 比如说什么王妃张慧妹然后有孙燕姿还有莫文蔚 这都是非常一线的 对所以听到纳英纳英的名字就感觉是内地华语音乐的骄傲 对啊 对然后所有人提起纳英 而且还有一种感觉是特别大姐大 感觉是带领了所有华语音乐的那帮小弟小妹在征战华语 乐团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想到他就有一股豪气出现了 特别是他爽朗的性格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样呢 也是在圈里有非常好的人员 跟圈里的很多人都是好朋友 当然 所以呢介绍了这么多 下面呢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获得过金曲奖的流行经典歌曲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夜新歌榜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鑫 欢迎回来聊完金曲奖 咱们来看看香港比较权威的奖项 十大竞歌金曲奖 嗯那十大竞歌金曲奖呢 是在1984年设立的 也是一年一届 嗯 到现在的21年间呢 从最初的4个奖项是发展到现在的20多个奖项 印证了香港乐团的快速发展 所以说呢 十大竞歌金曲在香港也是属于非常权威的颁奖点 而且往往是那一年 谁获得了十大竞歌的最受欢迎的男女歌手 那谁就会被视为当年香港乐团的标志性的人物 嗯 所以你要说起香港的经典 我就会想起一个人 嗯 张国荣 啊 哥哥张国荣 对因为张国荣 我觉得是一个永恒的经典 他不只是华语音乐里面无法磨灭的人 我觉得在亚洲来说都是一个声望非常高的人 嗯 而且张国荣在竞歌金曲奖当中曾经获过4次大奖 嗯 真的是非常厉害 不过呢 提到张国荣呢 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位了 嗯 梅艳芳 对 梅艳芳曾连获五届剑歌金曲的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这个声望也是完完全全的厉害到爆炸的一个 对啊 真的很牛 嗯 而且他们俩关系非常好 嗯 其实都说男女之间没有纯友情 但是我觉得张国荣和梅艳芳就属于是圈子里绝对是非常代表性的纯友情 没错 如果说是把张国荣比作流水的话呢 那梅艳芳就是落花 嗯 而且我觉得他们俩虽然不是恋人的关系 但是盛似恋人的关系 嗯 而且也真的是很像亲兄妹的那种感觉 好了 那话说到这呢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香港历年来宏极一时的 紧格金曲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五月新歌榜 我是麦琳 欢迎回来我是赵永鑫 那这段时间呢 歌唱真人秀节目非常的火 嗯 最近占尽网络和报纸 还有各大版面的都是关于孙楠退赛的话题 你有看吗 当然看了 我是歌手嘛 没错 其实当时孙楠在第一轮的七进六的时候宣布自己退赛 真的是让大家吃了一惊 嗯 所有的观众都觉得太意外了 都没有想到 嗯 但是在当时不知道节目应该怎么进行下去的时候呢 主持人汪涵是来了一个非常机智的旧场 没错 我觉得让大家对他的专业主持功力真的是感到非常的佩服 没错 特别是像我这种主持新人真的是自愧不如 自愧不如 所以最近呢我这个网上又传出一组孙楠身边工作人员在朋友圈发布的一个截图 这个截图里面讲的就是说啊 孙楠其实在进入总决赛以后他就是想要退赛的 而且是跟保安组商量好的 如果这个截图被发布以后呢 就大家就会觉得说啊 原来汪涵的旧场也是被提前设计好的 等一等一系列这样的消息传出去以后 孙楠和孙楠的公司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也就是就是扑朔迷离现在 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好像孙楠的经纪公司后来是回应了这件事情呢 回应了 但是他们就是表示说工作人员的个人言论不代表公司的观点 之后也就没有消息了 所以其实真正的缘由我们也不得而知吧 所以讲下的事情就暂且放到一边 OK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内地曾经攻占过各大榜单的流行金曲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五月新歌榜 我是麦琳 欢迎回来我是赵永鑫 那这个月是我们的红五月嘛 红五月呢是一个民族热情高涨的月份 所以整个红五月里面有八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知道也是可以大家有很多假期的日子嘛 比如说五一劳动节啊五四青年节 然后还有五产阶级先驱马克思的诞辰都在这个月 好像很多地方都开展一些红歌的比赛 论文征集啊等等活动来纪念我们的红五月 我觉得我其实穿的那么红是不是也挺搭的 相搭一张相搭一张 其实红五月呢会让大家有一种不自觉的去追忆往事的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领略一下红五月的风采 那又到了我们节目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 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呢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微博投票给你喜欢的歌手 我们也会结合票数发行量以及人气指数得出下一期的榜单 好了今天的五月新歌榜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咯拜拜 五月新歌榜夜未免音乐不间短 大家好我是麦琳 大家好我是赵永鑫 欢迎来到今天的五月新歌榜周末夜现场 那今天又到周五了 又到了我们放松心情 可以高高兴兴的迎接周末的欢乐时光啦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 2011年林俊杰在台北小巨蛋的我是演唱会 那林俊杰在演唱会上造型百变唱跳俱佳 竟然秀肌肉与师妹狂跳热舞 这在林俊杰的演唱会好像 好热辣感觉 对不太常见啊 林俊杰呢给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现打了99分 看来是对自己很满意的 所以说啊这一场演唱会真的是看点多多 话不多说咱们赶紧一起去看一下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五月新歌榜周末夜现场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鑫 那我们刚才欣赏了一半林俊杰的演唱会呢 有非常大的意犹未尽的感觉 对而且就特别想继续看下去 我觉得大家也不想听我们两个说话 对 所以他这个提起林俊杰呢 你最先想到他的是什么歌 我们还是要来聊一下 其实我的脑海里第一个反应是季德 就是他写的那首张慧妹唱的季德 其实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身临其境这种悲伤的感觉 那大家都知道林俊杰其实很少写词的 然后我就去特意的查理一下 季德这首歌的歌词故事 故事其实就是说 林俊杰在19岁新加坡服兵役的时候 不得已和你有分手了 然后感情受挫呢 然后写下的季德 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 十年前的今天 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的感受 我觉得听了真的觉得好感动啊 而且他曾经在演唱会上唱哭过两次这首歌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应该都会有吧 OK 我们转变一下心情啊 我们现在继续的欣赏林俊杰的演唱会了 欢迎回来 这里是午夜新歌榜周末夜现场 我是麦琳 不打算我啊 这么好听吗 因为我也不打动 所以不想打动你 我也想继续听下去 欢迎回来 我是赵有心 我觉得你真的是对林俊杰着了魔了 对了你知道林俊杰最近在国际乐坛上很红吗 我当然知道了 林俊杰最近推出了新征集《天地球》 因为收录了跟自己偶像Jason Mars合作的新曲 《我还活着》 听起来就让人激动了 是啊 其实不仅如此呢 林俊杰前段时间还参加了韩国KBS电视台的音乐银行 因为这个节目其实大部分都是邀请发行韩文专辑的艺人来登台 所以说要登上这个节目是必须要经过重重关卡相当的严格 而林俊杰呢就成为了首位登上音乐银行的华语歌手 真的是太厉害了 OK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继续欣赏林俊杰的演唱会 吸口气看完了林俊杰的演唱会 我们都有一油味尽的感觉 没错所以回家一定要再恶补一下林俊杰的专辑 对 特别是那首 还不打断 这不这么好听吗 我真的完全听不下来 OK OK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非常高兴的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听更多的好音乐呢 就请每天锁定我们的 午夜新歌榜了 午夜新歌榜 月夜下陪你看星空 明天见咯 拜拜 午夜新歌榜 夜未免音乐部间段 晚上好 我是麦琳 月夜下陪你看星空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午夜新歌榜 月谈风云志 我是赵永鑫 麦琳啊 最近呢网络上又不太平静了 这个关于邓紫棋 跟湖南卫视总导演 洪涛的诸 跟谁说了吗 我听说了呀 其实我知道这个事件的起因 就是我是歌手 双年巅峰会的之前 洪涛发了一条微博呢 就说你不换歌 我们换人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在猜测说 这个人是邓紫棋 好像是听说 他是为了唱自己的新歌 而遭到了反对 其实邓紫棋方面也回应了 其实就是跟耍大牌 没有任何的关系 其实就是我觉得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想唱新歌 但是节目组呢 也有其他的歌手 那其他的歌手 都已经按照节目组的要求 去唱老歌改编了 所以在这一刻 如果有一个歌手 唱了自己的歌 那其实是对其他的歌手 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互相沟通的 没错 因为所有的歌手 都想唱自己的 新专辑里的歌嘛 没错 但如果是一个 这样的音乐节目 大家都在唱自己的新歌的话 那真的就变成 歌手们的打歌会了 就不是一个歌唱比赛了 对 而且可能新歌呢 在传唱度上 还是不如老歌 这也会间接地影响 到节目的收视率 从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呢 网友们也发现 黄岐山演唱的《灯塔》 是收录于 自己专辑里的歌曲 而李健的《车战》 也是由自己填词的 改编作品 虽然是自己的歌 但是呢 因为有传唱度 所以得到了 节目组的认可 我觉得人红是非多吧 其实一个节目 红了是非也不少 其实我觉得 这场纠纷呢 是是非非 也只有是 当事人清楚了 那说到这里呢 我是歌手 还有一个个人 跟这个节目 也有一点摩擦 那就是你非常喜欢 张亮一哥 因为他在之前的 淘汰赛当中 放弃了后来 突围赛的资格 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所以回首张亮一哥几年的 成名之路 我觉得用精彩非凡的形容 真的是一点都不过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张亮一哥究竟是 怎样红起来的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午夜新歌榜》 乐坛风云志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新 小心啊 我在前几天呢 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条 非常火的痴呆小测试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痴呆小测试 测智商呢 测智商这种事 如果我不接的话 好像觉得智商有问题 你说一下 好那你就听题了 要非常快速的回答我的问题 不远思考 好 好 第一题 你参加赛考超过第二名的时候 你是第几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一名 超过第二名 第一名 错 错 你超过了第二名 但是你取代了第二名 你还是第二名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这种是整人的 这种 这种问题是整人的问题 这个跟智商没有任何的关系 第二题 第二题 再试一下好不好 一等于五 二等于十 三等于十五 四等于二十 那五等于多少 二十五 错 你不要告诉我五等于五 不是啊 因为我一开始说了 一等于五嘛 所以五也等于一啊 你看你看 你智商有问题 赶紧去医院吧 要不能停 好了 不要再跟我说话了 我想尽 但别用我尽情是否 好了 那我们趁小浅想尽情的时间呢 我们再一起去看一下 另一位人气爆棚的景 果然是如何走红的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五月新歌榜乐坛风云志 我是麦林 我是赵永鑫 那2014年对于韩国的SM娱乐公司来说 真的是动荡的一年 嗯 怎么动荡呢 1月1日 1月1日少女时代的允儿与李胜基的恋情公布 每过两天少女时代的另一位成员崔秀英又公布了于郑金浩的恋情 4月少女时代黄美英和2PM的逆推 劝情曝光 5月 XO的吴亦凡宣布于SM解约 嗯 是的 不仅如此呢 2014年的下半年 少女时代的泰妍和XO的博弦呢 也是公布了恋情 那7月呢 FX的雪莉暂停了一切的活动 9月 郑秀妍宣布退队 10月 XO的陆寒与SM解约 天哪 Zupert Junia的盛敏呢 连情也曝光了 随后又公布了婚序 所以呢 这么一回顾呢 几乎SM每一个人气团队都受到了重创 对啊 所以说最近有一条非常热门的话题 就是张艺兴要成立个人工作室 就引起了粉丝们不小的轰动 嗯 好像呢 是说韩国的SM公司对这个XO的主舞张艺兴 要在中国成立个人工作室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是 其实想开发他在中国内地的一些事物的权利 其实张艺兴并没有跟SM解约 相反我觉得是SM首位在获得中国开放的权利的这么样一个意义 那看来真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才流失事件之后呢 SM公司也在与时俱进进行调整 嗯 不得不说呢 SM是韩国最厉害的造型公司 我觉得 在去年的8月份他们推出的女子组合红色天鹅绒 出道前人气就已经很高了 出道以后呢 更是积攒了超高的人气 所以说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个人气女团红色天鹅绒 欢迎欢迎来您现在收看的是午夜新歌榜 乐坛风云志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鑫 那说到娱乐圈呢 这可是一块帅哥美女的聚集 我觉得所有的艺人都会对自己的脸是非常的重视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需要靠脸示范的行业 我觉得其实不要光说娱乐圈了 我觉得普通老百姓 你就说普通人吧 生活当中其实也是以貌取人的 因为我之前在网上就看了一个总结 就是总结帅哥和丑男的区别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帅哥的微笑呢就叫阳光 阳光 而丑男的微笑呢叫猥琐 帅哥留胡须呢叫不积 但是丑男人的留胡须呢就叫邋遢 帅哥呢看书叫有内涵 而丑男呢看书叫书呆子 帅哥若是一言不发呢就叫做冷漠 但是丑男如果一言不发的话就会被说成是自闭 难怪说很多长相平凡的小伙伴 其实天天在网上哭诉说对这个看脸的世界要绝望 我觉得真的相貌太重要了 其实大家都是外貌协会的 你这么说呢这个我就觉得娱乐圈里啊 有一些人真的这个和这个理论啊背道而驰 就比如最近很火的筷子兄弟 这两个怎么讲应该算得上大叔啊 他们身材没那么好长相没那么好 可是人家 对可是人家就是红的一套 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要完全看脸的 除了看脸之外呢还流行自我调侃 黑色幽默 所以我觉得筷子兄弟也是当仁不让的成为了网友们热捧的对象 所以说呢男人还是要有魅力 外表固然重要但是没有内在的话就变成了花皮了 好在我的事 好了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看一下筷子兄弟 究竟怎样在这个看脸的世界里毕丽不倒呢 那看了刚刚的节目呢 我们真的觉得能够坚持梦想的筷子兄弟非常让人佩服 对其实每一个明星的背后 我觉得都有一些不无人知的心酸和汗水 我们看到了他们外表的光彩 在舞台上的光鲜亮丽 更应该为他们背后的默默付出 嗯是啊 那说到这里呢 那我们今天午夜新歌榜的乐坛风云制也就全部结束了 明天呢是我们的午夜新歌榜榜单重放出炉的时间 一定要记得关注哦 约一下陪你看星空午夜新歌榜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拜拜 欢迎来到午夜新歌榜夜未眠音乐不间断 大家好我是麦琳 大家好我是赵永鑫 那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为大家滚动播出了近期乐坛的新歌佳作 今天终于又到了谈点的时间 那我们的新一期榜单马上就要出炉了 是的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按照屏幕下方的方式 参与节目互动投票支持你喜欢的歌手 嗯那今天呢为了揭晓我们的榜单 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一位接榜大来宾 他会是谁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正好久不见 然后就是小麦好小欣好 嗯 郑姐好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郑姐来我们的节目 而且呢这个郑姐现在和我是同门 所以她是我的师姐 非常欢迎 对我们知道呢前不久推出了新的专辑叫做叛逆之心 对但其实呢在呃观众朋友的心目当中 都会一直的记住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歌曲 所以大家会都是好孩子 没错 所以大家在都会觉得呃王正在生活当中也是好孩子 就是很温柔很贤惠 可是这次的专辑名为什么要用叛逆两个字呢 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好孩子 虽然可能很多人都会唱 这歌已经久了 对啊耳朵冷响了 我已经从一个穿着碰碰裙 然后那样捧着脸的那种小女生如今成长为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 然后我不太再能接受我这样的一个人站在电视机前装嫩 然后还好 然后我想蜕变一下是不是 我希望能够更立体 那你现实生活中是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从来没叛逆过 从来没叛逆过 我的口号是再不叛逆就老了 那说了那么多呢又到了我们检验歌手成果的榜单时间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午夜新歌榜华语榜单 华语榜单第20名的歌曲是苏建信演唱的如果你还在就好了 获得第19名的是陈祥的回游 获得华语新歌榜第18名的歌曲是游湖明的最远的身边 获得华语新歌榜第17名的歌曲是凤凰传奇的水明间 第16名的歌曲是张翰演唱的风中英雄 获得华语新歌榜第15名的歌曲是胡夏演唱的替我照顾他 刚过完自己25岁生日的情歌暖男胡夏 不但演艺事业在2015年大跃进出新专辑 半演唱会拍写真集电影样样来 更积极健身甩开小鲜肉的封号 希望练成六块腹肌和人鱼线的胡夏 誓言要让粉丝们对他刮目相看 歌曲本周排行15名 获得第14名的歌曲是王正亮的说愿意 获得午夜新歌榜华语榜单第13名的歌曲是刘品颜的 谢谢我的我 获得第12名的歌曲是简迷离的迷途 第11名的歌曲是黄晓明的圆 圆是黄晓明为电视剧锦绣源华丽冒险演唱的片头曲 这部剧自开播以来凭借黄晓明和陈乔恩的超颜值阵容 18层灭练的情节剧情以及华红美景和炫酷的打戏 赢得了话题 口碑 收视的三连冠 歌曲本周排名11位 欢迎回来 这里是午夜新歌榜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新 大家好 我是王珍 咱们现在要不玩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测试吧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编导在微博上看到的 据说是可以测试一些潜在的价值观 要不要一块玩一下 好吧 现在呢就是用我 钥匙 兔子和桥这四个词造一个剧 很简单嘛 我抓着钥匙呢 抱着兔子 给我桥 我是我的钥匙被兔子拿着跑到了桥上 那我们现在揭晓一下答案 你真的有这种答案吗 你确定吗 其实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这四个词呢代表的就是我们生命中不同的事物 我呢代表就是自己 然后桥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的人生 然后钥匙呢代表的就是金钱 就是物质方面的东西 如果兔子呢就是代表的是家人爱人 所以说你刚才那个答案是什么 你 我兔子拿着 也就是说我的家人拿着钱 我的家人拿着钱跑了 我的家人拿着钱跑了 然后我追就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是一直在追逐心情和钱财的一个 对不对 分跑的人生 分跑的人生 我的人生是分跑的 其实我觉得我生的特别好 她的是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家人 太开心心地走在人生的大道上 康庄大道 这个挺好 我叫幸福的女人 是啊 所以还是挺准的 我觉得挺准的 我还在奔跑 我还在努力当中 好吧好吧 其实这就是一个小娱乐啊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言归正传一起去 继续接岛 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夜新歌榜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鑫 大家好 我是王真 好的那我们刚才揭晓了华语新歌榜前20名的榜单 接下来呢 我们也有歌迷要对王真问一些问题 因为他们都对你非常的热情 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好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黄哥你好 看我的失忆症男门归 拍得特别有趣 男门归过程中呢 是别人给你化妆的一个长镜头 请问拍这样男门归 大概多少遍才能成功呢 拍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呢 失忆症的MV是一镜到底 然后我们大概试拍了能有五六七八遍 那也挺快的 试拍的五六七八遍的时候 我的眼泪配合得非常好 该留的时候留 不该留的时候回 然后我每一次都以为是真的 可是他那个 他那个不是好贵吗 就是一条真的拍是要很贵的 所以当他说 很好 我们来一条 真的 我就知道我刚才那都白哭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后那个眼泪是贴上去的 当真拍实拍了大概三到四遍 我都没有眼泪了 拍了十条就已经不行了 我也鼓励了 对而且我觉得你的歌迷肯定还是非常喜欢你 真实的那一面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五夜新歌榜 国际榜单 我们一起继继继继续 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 Lovely's的你好 国际榜单第十四名的歌曲是Boyfriend的《弹跳》 国际榜单第十三名的歌曲是蓝卡的《蓝天》 国际榜单第十二名的歌曲是卡丽雷吉普森的《我真的喜欢你》 国际榜单第十一名的歌曲是香农的《为什么》 金俊秀时隔一年零八个月再次回归 发行第三张专辑《花》 这首歌的音乐领带令人联想起科幻电影的感觉 金俊秀各式各样的发型登场 展现了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 《神殿变成废墟的森林》等背景 也为这首歌增添了一点神秘感 本周排名第八位 《女强势回归》 最近因为成员裴秀智和韩国人戏演员李敏浩公布了恋情 为Miss A回归吸引了大量的关注 歌曲一推出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预计这首歌将会继坏女孩好女孩之后 迎来Miss A的第二次全盛期 歌曲本周排在季军位置 一百分钟的节目呢真的过得太快了 马上就到我们去再见的时间了 那今天也非常的开心 珍姐可以过来当我们的街榜嘉宾 也和我们一起听了这么多的好歌 我也特别高兴 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来担任街榜嘉宾 让我们希望尽快的看到你 那喜欢节目的观众呢 也可以登陆我们官方微博投票给你喜欢的歌手 我们也会根据票数发行量 以及人气指数得出下一期的榜单 好了今天的五页新歌榜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 五页新歌榜夜未眠音乐不间断 大家好我是麦琳 热月下陪你看星空 您现在收看的是五页新歌榜最硬音乐直男 我是赵永鑫 上一次呢我们说到了乐坛刮起了翻唱的风潮 最近呢又是流行起了玩跨界的合作 那其实跨界合作一直是在时尚界比较流行的 那不同的品牌设计师在同一件产品中融合各自的创意 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合作版的产品一般也是限量发售难得一拳 没错那上贝克汉姆呢 之前也是有参与设计过三叶草的球鞋 而潮牌穿宝九龄呢 也有设计过可口可乐的一拉罐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现在呢乐坛也流行起了跨界合作 比如说主持人何炯 我们的何老师最近也转型做了导演 推出了首部电影《枝子花开》 不仅请到了一批小鲜肉演员合作 自己也有参与角色 那不光是电影方面 在歌曲方面其实近期也是有很多跨界的合作 其中呢就有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 那还等什么呢一起去听一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五叶新歌榜最硬音乐指南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兴 是的那刚才我们欣赏了非常有视觉冲击感的EOEO 那在MV当中呢 有你口成员的造型也是非常的时尚 其实我最近呢有关注到一个时尚节目 叫做中韩时尚王 里面呢能够看到中国和韩国的设计师 他们的在时尚方面的较量 而且啊有很多明星也是在其中 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期待他们在里面出色的表现哦 因为麦琳的时尚感是不错的 你刚刚发现吗 不是主要是今天这现在这一身衣服觉得非常好 是吗那你评价一下吧 你知道好在哪里吗 好在哪里 因为你挂了一个M 又是麦琳的M 又是MIC的M 所以我看到这台 太会说话了 其实说白了 我自己对时尚也是有一些心得的 因为我非常喜欢看一些时尚杂志啊 一些时尚节目啊 也会从中找一些灵感 或者学习一些穿搭 那天气呢 最近也是越来越热了 街上的美女帅哥呢 也是换上了时尚的夏装 所以穿搭就成了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话题 我觉得其实不管天气热还是天气冷 时尚一直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想要知道怎么穿才能够更时尚 更显身材 更亮眼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歌手们都是如何搭配的 刚凭借个人单曲主打超级爸爸 获得内地年度突破艺人奖项的 MIC男团成员赵永鑫 再发新单曲 那个他 该音乐录影带 为MIC男团 2月美国之间取景拍摄完成 音乐录影带中 赵永鑫一身简单休闲打扮出镜 穿梭在美国街头 帅气十足 将歌词中 转也要转得慢悠悠 表现得淋漓尽致 想让我 让了吧 有人送你回家 哦 我的话 忘了吧 我不是那个家 哦 别害怕 记得吗 右手给你回答 哦 还在吗 听到吗 我不是那个家 换个理由 还有没有 一个温暖道还不够 你的音哟 足够插头 难道他都美丽不够 双弯就走 离开地球 转也要转得慢 呦呦 从此刻对你说 no 嗯 用你转身的眉眼 当我身后的背景 好像霓虹灯的暧昧 已经没那么要紧 多少人在意爱情 不管有多少分歧 唱着那首唐吉吉的爱情 是个什么东西 你要我兑现的承诺 可你表现的弱弱 好像每件坏事都是因为我惹来灯火 要我双声sorry 还是要小心Jerry 从底下七七八八都是魔法 Hey 错了话 要了吧 要人送你回家 Oh 我的话 忘了吧 我不是那个他 Oh 别害怕 听到吗 用手给你回答 Oh 还在吗 听到吗 我不是那个他 Oh 他的坏 他的烂 你却走我海 我的话 我的爱 两个悲哀 现在过 现在该 之前复盖 至于梦 至于路 飞向未来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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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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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的花 让了吧 有人送你回家 Oh 我的花 忘了吧 我不是那个他 Oh 别害怕 记得吗 记得吗 有手给你回答 你 You're a li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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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to me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Don't like to me Girl 五夜新歌榜 夜未眠 音乐不间断 大家好 我是麦琳 月亮下 不离开星空 您现在收看的是 五夜新歌榜 最夜音乐指南 我是赵永鑫 小鑫 最近你有没有看 那些网络自制剧呢 有啊 比如说这个 万万没想到 还有一个叫做 报告老板 我都有看 而且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笑 就是极其让我 可以放松神经 所以笑点低的朋友 我们必须要高度解决 以免消失不及了 真的吗 那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我觉得平时像你那么爱 耍帅装酷的人 也会去看那种 淘点多多 报效不断的网剧吗 就放松心情 好吧好吧 其实最近呢 有越来越多的网民 在看视频的时候 都会用到一个功能 叫做弹幕功能 我当然知道了 而且很多人把它叫弹幕 那我现在更正一下 叫弹幕 那原因是指什么呢 是指大量或少量火炮 提供密集炮击 屏幕上产生了很多 文字的炮击 没错没错 那现在呢 大量以字幕显示显示的评论 同时出现的现象 就称为弹幕 就我觉得弹幕这个字 还挺形象的 因为观看一个 非常受欢迎的视频的时候 突然之间打开这个功能 看到满屏的文字啊 评论在那儿 真的是顿时会有一种 被文字包围的感觉 没错因为弹幕的这个是匿名的嘛 所以呢 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唱出音乐 所以其实也被称为 网民参与的撰写的观看之类 所以说自从开启了弹幕功能之后呢 感觉整个世界都萌萌的 哎呦 我自己也起吉利哥的 那最近有什么样的网剧新鲜出炉 又谁为了播观众一笑 录制了主题曲呢 马上去看一下 欢迎回来 这里是午夜新歌榜 最硬音乐指南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鑫 那刚刚的节目呢 我们带大家听了不少的新歌 也聊到了网络自制剧 其实现在国内的 综艺节目的人气 也是非常的高的 对啊 尤其是这个近来大热的 明星真人秀节 对 比如像爸爸去哪儿啊 可是让不少人了解到了 里面的明星嘉宾 是而且不光是明星哦 其实呢 还有他们的孩子 就是那些所谓的新二代们 也是红的家喻户晓 那他们在节目当中呢 是袒露出了非常可爱的天性 让很多的爸爸粉妈妈粉们 真的是迷上了 这样的亲子类节目了 是的 其实除了这样的亲子主题呢 像旅游竞技恋爱的主题 的真人秀节目 其实也是吸引不少观众的 那其中的秘诀 就是要邀请到 颜值高的嘉宾 但是你说如果是嘉宾的颜值高 这个节目就一定能火吗 其实还是要看节目本身 的设定已经够精彩了 再加上明星的颜值 那就一定有问题 所以我们节目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谢谢你这么说 那当然了 其实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我觉得毕竟综艺类的节目 还是要让人放松嘛 大家打开电视 但是一看到颜值高的嘉宾 顿时就会有赏心悦目的感觉 那再加上节目的环节 再设置的有意思一点 那当然就会让人喜欢上 想不关注都难 没错 那这些明星嘉宾呢 也是为了自己参与节目 献上了主题曲 想听吗 想听就接着看节目吧 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不仅听了不少好听的歌曲 还了解到了不少有趣的 综艺节目和网络自制剧 那是非常的费用 是啊 那我们在这里 要提前的预告一下 明天呢 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去 领略国际乐坛的流行动向 选球音乐竞赛掌握 是的 敬请期待明天的 《午夜新歌榜》 月夜下评 和星空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拜拜 五夜新歌榜 夜未眠音乐不间断 大家好 我是麦琳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午夜新歌榜》 《旧药国际饭》 我是赵云昕 那今天我们也要向大家 隆重介绍一下 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 就是知名摇滚乐队 果味VC的主唱 孙林生 欢迎 大家好 我是孙林生 欢迎声歌 欢迎 谢谢 那听说了果味VC 最近也是发了新单曲 叫做白色羽毛 什么是失败的结构 什么是黄金 你的理由 如果它没到最后 就让我继续发落 很励志的一首歌 大家就是怎么讲 不要放弃梦想 然后呢 为梦想要努力 要坚持 白色羽毛呢 是我们乐队的吉大手 刘子涛 这个一首作词作曲创造的 其实他这个人特别的暖男 现在流行的话 非常受欢迎暖男 我是一个冷男的学习 冷男也很受欢迎是吧 有冷男 冷男这么一个词 我就是陪你今天说以后就有了 我自己创造出的一个 可以可以有 所以刘子涛呢 他是一个 因为他自己比较喜欢运动 他喜欢打街头篮球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每次都输 从来没赢我 所以有那个动力 对 这个歌曲其实是给一个 业余的羽毛球的一个公开赛 创造的一个主题曲 所以我可能还有这么种情话在里面 要赢 OK 那话说回来 那今天跟生哥聊了这些新歌了 那我们也聊一聊近期的国际乐团的动态 那这段时间呢 有两个当红的男子偶像团体 都闹出了这个成员离队的一个行为 一个就是XO的黄紫涛 还有一个就是One reaction的泽瑪丽特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组合的成员 闹出这种是 在摇滚圈会不会也常见呢 在摇滚游队里一般 一般有人推断了 就是离队啊 可能要大的原因是因为女朋友的问题 怎么会受女朋友的意思 这个有一个很早期的一个 九年代的一个英国游户游队 就是The Verve天才乐队 他们这个乐队呢 就是解散过很多次 很多次 对 两年次 就是换一次女朋友 然后就要解散一次是吗 首先呢 这个吉他手很有才 然后呢 吉他手觉得我比主唱还有才 然后呢 主唱这个女朋友呢 好像跟这个吉他手 曾经也是女朋友什么这种关系 所以就这个乐队 就解散过很多次了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从普通乐迷的角度来说 还是希望团员组合能够一直团结地走下去吧 对 那说到Exo 我觉得已经是第三次遭遇这个团员出走了 是命运很坎坷呀 嗯 希望呢 他们这一次也能安然地度过 刚好他们最近也发了新歌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听一下 嗯 欢迎回来 这里是午夜新歌榜 就要国际发 我是麦琳 约瑞在陪你看星空 我是赵影馨 我是孙凌生 欢迎声歌 再次欢迎 欢迎 谢谢 那我们刚才说到国际乐坛 最近真的是几家欢喜 几家愁 那之前说了 这个团员之间闹分手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件高兴的事情 那就是 小天后Taylor Swift 又交新的男朋友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我们要在这里八卦一下 那基于这个Taylor 总是给男朋友们写歌 所以现在导致呢 他一谈男朋友 大家的反应就是 哇塞 新歌听了 好开心 我觉得当时男朋友还不错啊 当然非常好 对 都可以有歌 像之前泰勒子红的那张专辑 红 里面的歌基本上 也都是给他的前男友写的 那现在我就要开始八卦一下 要八卦 好了 因为今天在座的两位都是 创作型的 那我想问问 你们有没有给自己的女朋友写过歌 那你先说 你先说 你当这种问题互相推脱 谁都逃不掉好不好 写过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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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这个才华浪费了 不给女朋友写 其实我说一点 我觉得不知道 声歌的创作上 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真的是 如果不谈恋爱的话 很难写出情歌 但我知道摇滚乐 可能跟我们流行音乐 会不太一样 轻一点可能不一样 其实都一样 爱情都是这个各个音乐 永恒的 古典音乐也有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艺术都源于生活吗 是不是 所以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我的递关创作期呢 其实就 进行的不太顺利 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这个 对这方面的 所以就 完全是毫无头绪 那你的粉丝没有机会了 粉丝有机会 大家都有机会 人人平等 真哥呢 有没有写过 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乐队 那个刘子涛 我们又是吉他手 不是我要说 刘子涛这个白色羽毛 是写给前女友的 是不是 牵强 这个跟前女友有关系 前女友是打羽毛球的吗 没有没有 这个 开玩笑 打歌了 对对对 随便打 这个其实 我觉得不能说整首歌吧 我觉得某些片段 对我的创作是那种 就是 它像一个日记本 有很多生活的点击 然后他写到这个本 本子上 然后某一天呢 当我需要创作的时候 把这个本子拿出来 看 可能 大家也都是 从自己的经历当中 找成长的一个方向吧 那如果反过来 你作为男生 要是被前女友写到歌里面 然后还是 这首歌最后还红遍全球了 你们会是什么呀 开心的爆炸 真的吗 你先搞清楚 那是 是给我写的 你先确定 你是不是给我写的 那如果是的话呢 已经确定是了 那是什么样一个反应 因为歌词也会提到你们的 对啊 歌词会提到 开心 那如果是在歌里是被骂呢 一样 会不会生气 一样开心 因为 因为是这样的 宋柯先生在创街外听音乐的时候 他有这样一个 我们公司的怎么讲 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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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若铭 杜若铭 是为人民的娱乐服务 所以只要大家开心 其实对于我们歌手也好 演员也好 艺人也好 其实就是觉得说 我们被消费 但我们被消费的同时 我们是开心的 我们还有这个价值 让我觉得 你有那么无私吗 我很无私的 无论是骂还是夸 都是因为他在乎 对啊 我两个都写到歌里面 对啊 这非常珍贵的 尤其是几十年后 自己在听的时候 另外一种感觉 好吧好吧 八卦到这里 我们也希望泰勒 这一次的男朋友 会是他的真命天子 我们也祝福他好不好 那接下来 我们一起继续听 好听的歌曲 欢迎回来 这里是五月新歌版 就要国际发 我是麦琳 因为现在陪你看星空 我是赵永鑫 大家好 我是孙凌生 我们再次欢迎声歌 欢迎声歌 那声歌 那你们平时 你们的粉丝 会不会给女乐队的成员 起外号 有啊 真的有 每个人都有吗 都叫什么 我的名字呢 他们管我叫303 或者叫03 为什么叫03 不是不是 因为发音接近于我的名字 孙凌生 真的是 凌生凌三 那主演吉他手呢 真的没提到过 刘梓涛 刘梓涛这个 可能叫四哥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鼓手 管他叫杨霸 杨霸 当爸爸了 没有 他这个人可能看上去比较 比较成熟 对比较这个 就比平时比较穩重 比较穩重 不关爱我们 可能比较关爱歌迷 不管怎么样 反正也是暖男 是不是 差不多 最后的暖男与冷男中间的那么一种 温男 温男 天哪 今天又是冷男 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温男 今天大家都赚到了 小新那你们呢 你们的MIC男团呢 我本来都要到下一趴了 以后帮我转回来 想得美 因为我们的歌迷啊 跟其他歌迷我觉得不太一样 又不一样 就是他们比较真实和比较吐槽 就是他们会觉得越吐槽 其实代表我越爱你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 这还是那句打是亲骂是爱 对对对对 他们会严格的要求我的这个体重 所以当我瘦的时候呢 他们就要我瘦心 如果在胖的时候呢 肥心 就毫不给面子 怎么讲 当看到他们的昵称 他们都是阶段性的昵称 你就其实可以知道 你自己这段时间 在歌迷的演员是一个什么样子 一直在监督你 其实他们 那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要问 你们这样一个问题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其实 因为我们最近中国粉丝 非常关注欧美的演艺圈 然后也给欧美的明星 起了很多外号 你们没发现吗 中国的粉丝其实非常有才 最近呢 就是Katy Perry 在中国巡演的时候 就发现 她原来在中国 一直被大家叫做水果姐 对水果姐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称号 这是中国歌迷企业吗 对啊 中国粉丝给起的 我一直以为是美国有呀 我英译过来的 或者翻译过来的 不是 真的是中国歌迷起的 那你们这不知道为什么 爱吃水果了 我觉得 有可能 有可能是不是因为 穿的比较鲜艳 对这个 对对对 因为Katy Perry 原来是色彩 极其鲜艳 对对对 其实有一点这样的原因 因为她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就跟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水果拍照 然后就给歌迷的印象非常深 所以就给她 对对对 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水果姐 她自己知道吗 她自己知道 现在知道了 来到中国以后发现 怎么被中国歌迷叫做水果姐 然后在广州的演唱会的时候 还用中文大声自己喊水果姐 非常搞笑 所以中国网友还挺有才的 没错真的没错 其实很多 我们知道的这些 比如说Youtube 她的主唱Bono 其实并不是她本名 这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的乐队其实都不太 Bono本名叫什么 我也没记住 但是好像是 我记得应该是 就是他们在钢组乐队的时候 他们的团员管她叫Bono Bono是他们当时爱尔兰的一个 当地的一个酒吧的名字 好像那个意思还有点 不太好 我忘了什么意思 好像类似于像比如 就是你的肿眼泡 或者什么这种近视眼 或者就这么一个意思 Bono自己开始并不愿意 其实是一个调侃 对 后来他的团员跟他说 他的朋友说 说这个Bono的意思 是金嗓子的意思 所以 没到这种接受 对 所以有的时候 外套也未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方便别人去记 然后一个自己的一个标志 好 我们也谢谢盛哥给我们科普了 科普了 所以我觉得 以后歌迷这个 起这个 这个昵称外号的时候 还是要 再特别一点 如果再特别一点的话 我就把这个外号 写成一首歌 好 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聊了这么多的 音乐方面的事情 现在就一起进入 欧美乐团 去看一下 最新的 发表的歌曲 都有 那些吧 好 那今天一起听过 那么多好听的歌曲 我们的节目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没错 非常高兴 今天升哥能来到 我们的节目做客 谢谢 希望大家 多多的支持 果味VC的新歌 白色羽毛 谢谢 今天非常高兴 能跟大家一起聊到 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 好 那我们也希望 升哥能够经常来 我们的节目做客 那明天呢 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 欣赏近期热门的 影视延伸歌曲 希望大家能继续 关注我们的节目 没错 午夜新歌榜 月夜下陪你看星空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拜拜 午夜新歌榜 夜未免 音乐不间断 大家好 我是买林 午夜下陪你看星空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午夜新歌榜之 影视金曲 我是赵永鑫 那说到影视金曲呢 最近小新 你有没有时间去看电影 我最近 因为是闭关创者期 所以还是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电影院看 但是其实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其实我比较还是 有一个电影是想去看的 什么电影 赤道 哦对赤道确实是静兴 不可以错过的一个佳作 没错 而且听说里面是有张学友的出演 以及现唱主题曲 而且还有各路的行男是齐聚这部动作大戏 当中有像余恩乐那样的实力派的演员 然后还有影帝张家辉啊 都在里面是狂飙演技 那提到各路行男 麦琳你是比较喜欢那种经典款的 还是现在流行的新肉款的 其实呢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那些稍微man一点的男生 比如说像 欧美的大片里的钢铁侠那样的 银铁侠那样的 就是那个男人都会觉得羡慕以及向往的那样的man的类型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张学友演唱的赤色壮举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夜新歌榜影视金曲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兴 那刚才呢 我们一起听了很多电影当中的好歌 那我们再聊一聊电视剧吧 那说到电视剧呢 武装剧一直都是国内非常经典 产量非常高的一类 甚至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 也被翻译成各种外语版 在其他的国家播出 没错 就像《甄嬛传》 就是第一部进入美国的主流电视台的一个中国电视剧 所以说到英文版的《甄嬛传》 想想都是我觉得看起来会非常搞笑的一个 应该会很有意思 我觉得 对没错 那你记不记得十年前有一部片子 也是非常的分离全国 分离全亚洲 乃至韩国越南都握播过 而且占据了怎么讲 十年的暑期党 豬哥哥 没错 我记得那时候每次一放暑假 就背奔回家 一定要在电视机前守着看《还珠格格》 而且这部戏呢 也是捧红了很多的演员 比如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小燕子赵薇 然后呢 还有紫薇格格林心如 以及现在的国际范儿 当年的金锁 范冰冰 而且现在经历了十年之后 他们也是从台前 是逐渐跨界到了幕后 像赵薇就导演了电影《至青春》 而且呢林心如和范冰冰也是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工作室 拍了很多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剧 那说到林心如呢 近期好像还参加了一个恋爱的真人秀的一个节目 然后跟他搭档的那个男生是比他小十岁的 但是 林心如看起来比他还要年轻 哇塞 我觉得他真的是超会保养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回顾一下林心如的影视历程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近十年来有什么样的变化 欢迎回来 这里是午夜新歌吧 影视金曲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新 好 那我们刚才一起是回顾了林心如近十年来的影视作品 发现他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老 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啊 确实如此 所以他出演的角色呢 都是青春气息逼人啊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十六个夏天的主题曲 林心如一头很可爱的齐刘海 就非常的像小学生或者中学生那样 对啊 就是一个学生妹的感觉 对对对对 不过说到六月份 其实六月份呢 每年都是一个特别的月份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嘛 大家都要从校园当中走出来 出到社会 然后你知道毕业季 其实在学生的心目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叫什么 那就是分手机 因为好多人毕业了都要各奔前程嘛 所以就要各奔东西 小情侣们都分手了 对 所以说那说到这个 小情侣是怎么看待的 成长当中的过程当中 都是孤独的寂寞的 无论有多少朋友的陪伴 有些事情还是要靠自己 去想通去琢磨 所以无论男女朋友 最后会不会走到一起 青春校园时期 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了 对啊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每个人的青春毕竟只有一次嘛 没错 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而且这一段记忆在生命当中 也是永远不会被抹去的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 毕业季的伤感当中走出来 更加坚强从容的面对一切 是的 那青春也不光是属于毕业生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从那些有关夏天的电影中 去挖掘专属夏日的青春回忆 好了 回复了这么多有关夏日的青春电影 麦琳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对夏天充满了期待 当然啊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准备起来 准备我们的夏日假期 然后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到 刚才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些阳光海滩的美丽的地方 我们去好好享受一下夏日 而且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别忘了 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之余呢 好好去享受一下生活 享受一下愉快的心情 没错 除了要准备我们的目的地 准备我们的好心情以外 各位的马甲线都要练起来了啊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敬请期待明天的午夜新歌榜 月下陪你看星空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午夜新歌榜夜未免音乐不间断 大家好 我是买琳 月下陪你看星空 大家好 我是赵永昕 您现在收看的是午夜新歌榜经典大回旋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 真的是非常的青春洋溢 而且我今天也是 哈哈带着一颗八卦的心来的 你这么开心我就很紧张 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聊初恋的话题吗 初恋的话题 对啊 你现在想走 已经来不及了 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初恋这两个字呢 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美好 那我们每个人在学生时代呢 其实都有那么一个想要成为同桌的异性同学 我不知道小薰 提到初恋这两个字 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谁呢 我可能会想到我自己 啊 想你自己 对 你已经自恋到这个程度了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因为初恋嘛 就会想起曾经我年少时期的那一段时光 其实都是在辛苦当中度过的 初恋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很美好啊 很懵懂的年纪 为什么会会跟辛苦这个词挂上钩呢 对其实对于我而言 她也是美好的 但现在想起来是略辛苦了 因为就是暗恋 还是叫什么班长 还是学习委员 这么一个 就大家都会暗恋班长嘛 你知道吗 就是班里最优秀的那个女人 没错 然后呢就会每天早上起很早 然后我骑车要到她家楼下等她 然后再一起去送她上学 然后放学呢 又要先把她送一下 我再骑车回家 然后等等就做了非常多 现在看来非常辛苦的事情 就几个学期下来 你就是减肥成功了 那个小时候是不会胖的 小时候是已经瘦到 真的是让人可怜的一种 所以就是说你的初恋 其实就是美好当中 还带着一点点苦涩 对我觉得应该 这么形容会比较准确 那你知道我们女生的初恋 是什么样的吗 就不外乎那几种 其实其实 说的也没错 我们女生其实就是 特别喜欢那种 在篮球场上 或者是足球场上 灰汗如雨 那种特别阳光 特别运动性的男生 我记得当时 我每天放学就会 跑到操场上看我 那个最喜欢的男生 打篮球 然后当时就觉得 怎么看都看不腻 觉得为什么那么帅 那你有没有 给你喜欢的女生 写过歌呢 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是 我给我的同学 她喜欢的女生写过歌 对因为就是关系很好嘛 然后当时她喜欢的那个 还有是学妹 她写一个学妹 然后那个学妹呢 就平时很喜欢穿白色帆布鞋 所以她跟我说完这个事情以后 我说好那我帮你写首歌 叫白色帆布鞋 一堂课的时间 真的 四十分钟写首歌 叫白色帆布鞋 然后那时候我组乐队啊 然后就在我们乐队演出的时候 就唱 然后她就成功地追到那个女生 我差点想说 那个女生不会最后爱上了你 不会 不会 好 那其实我觉得听起来都挺不错的 我觉得真的是 被你刚才说的那些记忆 瞬间带入了那个 充满回忆的年代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带来一组 校园的青春爱情歌曲 那接下来大家就跟随我们一起 去回味一下自己的初恋故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夜新歌堡 我是麦琳 欢迎回来 我是赵永鑫 那我们每个人在青春期的成长过程中呢 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叹逆的心理 比如说有时候会顶装父母啊 有时候会厌学陶课啊 或者说有的人还会上网成瘾等等 其实呢 这些都是在我们青春期当中的一种独立心理在作祟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 像我十五六岁那个时候就 很爱打扮 然后特别追求个性 所以就喜欢弄一些什么沙马特的头啊 然后那种裤子要破破的 就很臭美 对 带大链子啊什么的 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就要怎么来 对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叛逆时期 那个时候觉得的帅 和那个时候觉得的酷 现在看起来都是很搞笑的 觉得就是很傻很可爱的一种表现 其实我发现在青春期的时候呢 男生可能比女生叛逆的表现更强烈一点 嗯 那之前呢我也有听说过 谢霆锋其实在某档节目当中也坦言说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 曾经跟妈妈吵架 然后就打冷战 据说是长达几年的时间不说话 哇 这么长 而且呢还离家出走过 嗯 那现在想起来 其实也觉得挺惭愧的吧 嗯 所以每个人的青春期其实 怎么讲 都有叛逆的情绪 嗯 但其实这个叛逆的情绪呢 也是青春期的 怎么讲 一个美好的插曲吧 嗯 那当然这个也要提醒 现在处于青春期的小朋友们 叛逆我觉得是可以有的 特别也是可以有的 个性也是可以提倡的 但是都不要过火 是的 那接下来让我们在一起欣赏一组 有关于友谊的 《笑颜青春》经典歌曲 欢迎回来 这里是五月新歌榜 我是麦琳 欢迎回来 我是赵永兴 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都会有一个梦想 也许这个梦想在我们不同的年龄阶段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可能这个梦想就是我们从小所一直梦寐以求的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麦琳 我的梦想啊 其实在以前呢 是想要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音乐的嘛 然后也唱了很多年的歌 在大学的时候也选择的是声乐这个专业来学习 那之后也参加过很多比赛 然后当了歌手 拿过一些奖 发过单曲 但是呢通过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我接触到电视这个行业 成为了主持人 所以后来我就爱上了主持人这个行业 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 最想要实现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那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了 那说回来梦想这个话题 这个王宝强 我觉得王宝强是一个真的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一个例子 完全的例子 让我 很励志 太励志了 对因为王宝强之前就是一个农村的小伙子 然后呢也是从小就有一个演员梦 然后就来到了北京 做过农民工 然后也蹲到这个电影制片场门口 去寻求一个可以出演的机会 但最后就是现在的王宝强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脚踏实地 为自己的梦想付出 那梦想就不会离你太远 说得太好了 太好了 OK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组关于梦想的经典校园歌曲 让我们带着这份对梦想的悸动一起来欣赏吧 好那又到了我们节目说再见的时候 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呢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微博投票给你喜欢的歌手 那我们也会结合票数发行量 以及人气指数得出下一期的榜单 谁会是榜单冠军呢 你也有决定权哦 好了今天的五月新歌榜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咯 拜拜 拜拜 五月新歌榜夜闻眠音乐不间断 大家好我是买林 大家好我是赵永鑫 欢迎收看今天的五月新歌榜周末夜现场 是的那夏天终于到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 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们都会聚集在一场黄欢的派对 那就是户外音乐节 没错 嗯那前段时间我刚去参加了这个理想音乐节就在月谷 嗯 然后在空旷的草地上几万人是一起感受音乐的氛围 我觉得就像一个大party一样简直是嗨爆了 哎小新你有没有参加过音乐节呢 很惭愧到现在为止只去演出过但是没有去台下真的去参与过 哦 对但其实我从啊台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呃观众是比其他演出要疯狂的 嗯对啊 因为是一个户外的感觉然后人又特别多份又特别的热烈 没错而且他们可以喝东西喝啤酒很多人就拿着啤酒就感觉怎么讲就感觉呃不会受约束 对其他的演出呢就是很有可能进场之前啊不能带零食不能带水啊什么的不能带就会让人而且不能起立的 就是你一起立然后就安保人员说啊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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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户外就是你随便跳你随便张牙舞爪都可以 对就是一个tary的那种感觉吗 没错没错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音乐节除了享受音乐之外呢 嗯还有就是展现年轻人的时尚啊 你有没有发现每次去音乐节的时候大家都会穿的特别的彪心立异嗯 然后很多热爱时尚的人呢都会穿那些稀奇古怪的装扮嗯 比如说有复古的嗯 然后有搞怪的哦对就像参加化妆舞会一样对 我觉得其实小新你也是一个时尚达人嗯 你说如果是你这样的一个盛会上嗯 那个潮人想要嗯穿的跟别人不一样想要与众不同的话有什么技巧吗 嗯我觉得啊因为你知道人外有人人外有人啊就是你当你把家里所有你觉得最标心立异最特别的衣服穿上以后你去到现场你会突然发现还没到现场的还有两三公里的时候马路边的行人就都比你要更加的个性 所以我觉得说与其你要去把所有的呃这个这个想法用在穿衣上嗯 还不如就是呃随性一点开心一点舒服一点嗯去现场融入那个气氛就可以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而且也就是也就是展现自我就好嗯不一定说要去迎合别人嗯 嗯其实音乐节呢有时尚有音乐那每年呢也会有不少的话题嗯 嗯就说到去年呢我记得关于音乐节就有一个非常热闹的谈资嗯什么就是张曼玉的首次登台哦我知道这件事情嗯然后之后呢这个评论也是褒贬不一的对但是其实我却很欣赏他对自己四年评价以后的态度嗯他说啊我演过二十部戏啊都一直被说是花瓶那唱歌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也给我二十次机会嗯我觉得其实他的态度啊我演过二十部戏啊都一直被说是花瓶那唱歌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也给我二十次机会嗯我觉得其实他的态度啊我演过二十部戏啊都一直被说是花瓶那唱歌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也给我二十次机会 就是他的心态非常好没错我觉得曼玉姐已经五十岁了嗯而且之前也获得了那么多的成功嗯那为了音乐的梦想还能够愿意从头开始学习我觉得这种大气的态度真的是我们这些后辈值得学习的嗯没错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过去音乐节上这些优秀歌手们精彩表现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夜新歌榜周末夜现场我是麦琳我是赵永鑫嗯那刚才看完那么多的表演呢我觉得自己已经在演播室坐不住了我真的特别特别想到现场去看一个音乐会嗯然后感受那种热烈的气氛嗯是的是的其实呃刚才看完其实我连我这种比较平时比较淡定的人都已经很激动很飞躺了嗯嗯那今天我们除了欣赏了这些国内的优秀音乐节现场之外呢国外的大咖的表演当然也不能错过 对啊其实说到音乐节呢本身也是一种一种博来品嘛嗯因为他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嗯嗯嗯那在他原本单身的现场呢也是有着独树一致的风格嗯是的那就是我之前是看过一个李安导演的电影叫做制造武德斯托克嗯我看完以后我就非常想去斯托克现场感受一下那个戏嗯嗯那你有没有特别想看哪个乐队演出呢嗯嗯 Coplay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Coplay跟一般的摇滚音乐队就是我自己的己见啊嗯我觉得呃摇滚音乐队对于大家的那个脑袋里的定性就是黑色因为黑色皮呀然后现场对酷酷的那Coplay不是Coplay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彩色就即便他的钢琴他都要涂鸦成极其彩色的那种喷绘我就觉得如果看他的演唱会的话因为我看过他们的呃DVD所以 现场的舞美哇我觉得一个乐队的舞美都做成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极其让我觉得向往就是说看完演唱会你也心情会变得很自由超级心情也会变成彩色的超级哇塞我觉得真的我们非常有希望有机会能够去国外感受一下那种乐节啊对对对对但虽然今天我们是赶不上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去回顾那些获取精彩的演出所以说我们就继续听歌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夜新歌榜周末夜现场 我是麦琳因为现在陪你看星空我是赵永鑫那话说麦琳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国内的演出市场其实越来越繁荣了对啊嗯然后很多的欧美大咖都喜欢来到中国来开自己的巡演开演唱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嗯我们来到了以后都会发现哇这里的歌迷有多热气没错最近呢也有林肯公园和谬斯乐队还有魔力红今年都会来到中国开演唱会嗯那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呢都在开始存钱 买高价票因为到时候肯定是一票难求嘛没错那除了这几个大咖之外呢其实眼下有位大明星就在中国巡演嗯他就是Peddy Perry哦对前几天我们还说过对没错没错没错发现被中国的歌迷叫做水果姐嗯那他的这个世界巡演呢就叫做棱镜嗯所以这个名字好像是他的一张专辑的名字所以他就沿用了啊那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呢一直要到持续到今年的十月份五大洲全跑遍 嗯预计会开150场演出OK那最近呢这几个月刚好是他亚洲学院的阶段那听说每一场演出都是相当相当相当的精彩对而且呢重点是我听说他的这个演唱会还是在3D效果呢你知道吗歌迷到现场会免费的收到一个3D的演进哦然后可以在这场演唱会呢看到12种神秘的景观哇塞我觉得听听都觉得非常的 上网对我现在呢竟然想不到说演唱会都可以现场3D了我感觉啊就凭这一点去现场就能指挥票价嗯而且呢大家都知道KT Perry的风格造型一向是独树一致的嘛嗯我听说呢他这次巡演准备的十个造型都是九个大牌设计师打造的而且都是Valentino和Robert Cavalli这样的高级定制好的说的精彩不如亲眼看看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下KT Perry 此次巡演的几个精华片段吧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电视机前的你有没有看得非常过瘾呢反正我是很过瘾的啊而且是没过瘾所以现在要考虑要不要赶紧去买一张KT Perry的演唱会呢对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去买好吧好的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的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午夜新歌榜没错愿意下陪你看星空我们明天见吧拜拜咯拜拜 午夜新歌榜夜未眠音乐不间断大家好我是麦琳 愿意下陪你看星空您现在收看的是午夜新歌榜乐坛松明志我是赵云星 麦琳啊你喜不喜欢看我相剧啊上学的时候当然喜欢啊我觉得其实每个女生都会非常喜欢看我相剧吧 你看像当年的流行花园到现在的何以世的肖默都不是人气火爆啊那我要提醒你一下这个有一个词叫做巨傻 你们知道吗巨傻偶像剧的巨 难道看偶像剧以后会变傻吗是的 巨这个奥地利的一个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测试 两组人跟别一组人看偶像剧一组人看美剧 听他来看啊看完以后呢做心理测试 看偶像剧 完全不一样 看偶像剧的人反应变慢 分数很低 真的啊 看美剧的人综合成绩 基本不变的 那这个专家解释就说 偶像剧里相对简单化的社会背景和对白 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观众的思维方式和问题 你这么一说还好 我自从毕业以后已经开始看美剧了 好吧 其实我发现有些偶像剧的桥段真的是有点狗血 比如说在关键时刻过马路啊一定会发生车祸 没错 而男女主角如果是掉下悬崖一定不会死等等 不止这些发生车祸还很有可能失忆 然后失忆了以后呢经过爱的感动马上恢复记忆 然后女主角只要摔倒一定会摔倒在男主角的怀中 对什么等等的就是根骨不变偶像剧 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了 因为有一个字叫傻傻惹人爱嘛 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这些二一点简单一点的明星 越二越受欢迎 但是呢 至于偶像剧看了以后到底会不会变成啥 我觉得就留给观众们自己判断吧 嗯 那虽然看偶像剧可能会影响这些啊 只是可能 但是呢有些偶像剧男神 真的是让我们男人都觉得魅力一些 比如说 现在很火的 何以琛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 钟翰良的成名之路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五月新歌榜乐坛 风云志 我是麦琳 我是赵詠欣 那夏天就快要到了 所以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减肥了 嗯 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健身锻炼身体了 没错 其实呢 有网友就总结出了一首非常火的减肥打游诗 啊 是什么 就是三月不减肥 四月涂伤悲 五月路人雷 六月伴侣煤 七月被晒飞 八月呆室内 九月更加肥 我的天啊 这简直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嘛 而且是死循环 所以看来这个世界的胖子 真是充满了恶意 嗯 这个网上呢 也有一些很奇葩的减肥方法 嗯 比如说呢 这个唱张会妹的三天三夜 可以消耗19.3的卡路里 是啊 我还听网友说 观看90分钟的恐怖片 能够消耗113卡路里 相当于是散步半个小时所消耗的热量 而且是剧情越吓人的话呢 燃烧的脂肪越多 所以网友们为了这个减肥也是蛮拼的 嗯 但是呢 哎 但是来了 专家对这些奇葩的减肥方法 都一一否定了 所以说 说这样的消耗 其实太小了 就忽略不计 嗯 所以说真正的减肥呢 还是要回归到最科学和最原始的方法 那就是健身 没错 运动才是王道 所以电视之前的小伙伴们 在夏天到来之前 赶紧运动起来吧 嗯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给大家提供一个饭本 那就是韩国拥有超级完美身材的组合亚洲思念 从他们身上去寻找减肥的动力吧 欢迎回来临 现在收看的是午夜新歌榜乐团风音质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兴 那麦琳啊 你知不知道这个明星啊 大部分呢都经历过同样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说出来你一定不会陌生的啊 就是艺考 哦 那我当然不会陌生了 我也参加过了 我也参加过啊 其实很多的知名艺术院校呢 像北京电视学院 中央续曲学院 等等等等等等啊 考进去的呢 都是大学生 出来 每一个基本上我们教的上的 都是从艺术院校出来 所以这个 我们讲的演员歌手 对 比如杨幂啊 黄晓明啊等等 成春啊等等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学生乐的嘛 所以我也参加过艺考啊 比如我听说呢 黄晓明当年在参加北电考试的时候 是遭遇了车祸 所以考试的时候 其实是一瘸一拐地去考试的 在形体考试呢 这时候就走不了路 只能做广播体操 然后就考官觉得黄晓明 可能天生就是学的 后来为了他自己证明他的清白嘛 他就在上好了以后 再去了一趟北电 最终就考上了 天哪 这样离奇的经历也是够离奇的啊 既然你说你才来过艺考啊 那我现在呢就要来考考你了 啊 要考我吗 对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艺考现场啊 我来给你设定几个情境 用歌曲来表达你的情境 应该没什么呢 来吧 把玩儿过来 来吧 第一个情境 一称体重 发现自己这么好 三 二 一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整的思念想爱 淹没我 而爱也不再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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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哭不出来的感觉 哭出来了 好 现在第一题顺利过关啊 第二个 好 你再看电视 突然间看到自己的男神 三 二 一 我遇见你就像 你那片片风采太美了 哎呀 和你在一起 永远没烦恼 怎么样 我这种不提好 说得太简单了 好吧 这个你还是没有给我们参加过艺考的人多人 接下来呢 当然啦 绝对不会 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通过艺考建议北电的人 阳目 到底是怎样一路走回了吧 欢迎回来 这里是午夜新歌榜乐坛 封英志 我是麦琳 我是赵永兴 那六月份呢 对于全国的学子来说 可是一个紧张的月份 因为所有重要的考试 比如中考 高考 都集中在了这个月 嗯 是啊 那十年的寒窗苦读呢 就在这一天了 嗯 哎 小心 当时上学的时候 语文学的怎么样 我就只有语文学的好 真的吗 文科生了 哎 那我要是一会儿考考你的话 你能完成我的考试吗 只要不让我背文言文 基本上我觉得考不到我吧 其实我觉得啊 咱们中国的文字呢 是国大精深的 嗯 但是呢现在大家每天用手机 用电脑 嗯 发现这个自己 每次要写字的时候就提笔忘字 你这么说我突然想你前两天 那个有粉丝找我签名 然后他要专属嘛 就吐谁谁谁谁 哦 然后跟明说他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提笔忘字了 然后就超级尴尬 真的超级尴尬 然后大家就会说 我的偶像是个白痴嘛 就感觉你知道吗 就 天呐 脸瞬间爆火 所以我以为你一会儿考我的时候 这个 好吧好吧 那我们 第一个词啊 甘拜下风 甘拜下风嘛 甘拜下风 对吧 甘拜下风 甘拜下风 但是你个字有点 哎呀 这就是 我就觉得 哎呀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练过字啊 我还练毛笔字呢 真的吗 真的就是因为常年世修 就是常年不写字 我写出来了就可以了 写出来 好吧好吧 第二个词啊 一筹获展 一筹获展 啊啊啊 一筹获展 一筹获展 好简单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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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没没 哈哈哈哈 就已经很久不写字 就都要来一个那个 就不算就不算 我会写的会写 好好写的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我看一眼 哎呀 不可以 不能看不能看 一 一 愁 哎呀 这个真真是太愁了 就看一下反正写对了啊 一筹获展 对吧 一筹获展 哎 完蛋了 我真的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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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小生生也差不了多少了 真的完蛋了 好第三个词 横壁生辉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我一定会涨粉 我绝对不会掉粉 哈哈哈哈 因为大家觉得啊 你看他的自己写的不好看啊 啊 天天好丑 我现在已经紧张到 紧张到不能再紧张了 紧张到不能再紧张了 好 彭秉升回彭 你能帮我教你吗 不用不用不用 这哪是个处女座 你给我们的镜头 先展示一下 彭 好 毕 身 你是这个毕吗 怎么会不是这个毕啊 当然不是这个毕了 拿回来 我给你写 我这么 失败吗 真的是这个毕吗 当然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毕是这么写的 肯定是我那个毕 我就知道 今年的考试环节 就到毕了 就赶快结束 赶快结束 你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小学的课本 里面都是怎么写的 我觉得我现在就觉得 我特别对不起 我的小型号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 多多的练词 不要像 像你的小型哥哥学习 我现在已经凑定 回家练词 等我这几天的微博 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 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一个 中韩混血帅哥 毕书静 我们一起看看 他是怎么样走红的 好 那我们看了刚才的节目呢 我们发现这个内外兼修 外貌和才华并存的人 才真的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 我也一直在这条路上 坚持不懈地努力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好 以上就是今天 五月新歌榜乐团 风云志的全部内容 那明天又到了 我们的榜单 即将出炉的时间 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哦 月月下来陪你看星空 五月新歌榜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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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